大家好,我是苏小波 今天母亲节,我要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位伟大的女性 她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姓程,东坡区人 是当时的大理寺城,程文应之女 所以大家都习惯称她为程夫人 母亲又读诗书,温善公粮 18岁就嫁给了父亲苏巡 孝敬公婆任劳任怨 我的父亲苏巡年轻时壮游天下 山川看不厌,浩然遂忘返 因此家中的事都交给了母亲一人打理 到父亲27岁,幡然醒悟,开始发粪读书时 母亲又拿出嫁妆和首饰变卖,支持父亲的志向 母亲对我要求很严,亲自教我读经时等书籍 一次我们读到了后海书的《饭胖传》 母亲被饭胖母子极恶如仇 不必危难的崇高精神,深深感动 不禁惠然叹息 我便问母亲,如果自己长大后做饭胖一样的人 你会同意吗?没想到他毫不迟疑的回答 如果你能做饭胖那样的人 难道我就不能做饭胖母亲那样的人吗? 从此奋力有当势至的宏远抱负便牢牢扎根于我的心中 母亲教育我和小苏哲常以身示范,润物无声 如今在梅山城的苏母公园里 你能看到不惨鸟雀不发塑藏的塑像 发就是发觉 塑藏是指前人所埋的物件 母亲的爱如河风细雨 时时陪伴着远行的我 当成年后的我折扁黄中 在赤壁腹中写道 且服天地之间物各有主 狗非无知所有 随一毫而默取 语句之间都蕴含着母亲的教诲 没想到呀 这些画成了千古名言 我想近千年来 人们之所以喜欢我的文学作品 正是因为这些作品表现出了宽厚仁慈博大的精神世界 而这些个性思想的形成都可以溯源到我这位了不起的母亲 宋代司马光赞美母亲程夫人 贫不以乌其父之名 负不以为其子之类 知力学问可以显其满 而直到可以荣于事 免夫教子抵于光大 从此中国成语里便有了一个行词 免夫教子 可以说 母亲用她无私的大爱造就了空前绝后的三思 请不吝点赞美子 请不吝点赞美子